我們看看黎曼季婚的其他一些性質 第六個性質是說 如果這個函數 在這個區間都大一點的話 季婚寄出來的話 當然大一點 這個很容易啊 你就由黎曼盒來看多小的 因為這德達爾克斯 它是大一點的 為什麼 因為這德達爾克斯 這德達爾克斯是等於m是b-a 但這個b大於a 所以這是大一點的 然後這個他又大一點 所以你再上起來的話 當然是大於等於0 因為這個大於等於0 你取limit的時候 當然也是大於等於0 所以這個當然是沉密的 第二個的話 如果在這個區間的話 他都給他大 那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呢 這f si 減掉zsi i的話呢 在上面的任意點 然後你把它加起來 用黎曼盒把它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德達si 德達s 這個是sn 對不對 那因為這大於等於0 這也是大於等於0 所以這整個是大於等於0 那你在取limit 取limit以後就變成了 這就變成了 Linut ng 他還是大於等於0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是a到b fxdx 這大於等於0 所以就得到呢 這個就大於等於0 從黎曼盒的話呢 很容易就看出了這些性質 第三個的話 是說 是說 一個函數 a到b 就是 就是一個函數 他的話呢 他有上限 就是說 就是fx的話 他有上限 m 上限這個大於 你可以取大一點 你可以取小一點 沒關係 他有上限 他有下限 他有下限 這個小m 那麼呢 這個函數 他凸顯一下面積 他一定都來 一定是大於等於 這個小m 凸顯一下面積 大於等於小m數以下面積 小的等於多少 大m 小的等於這個大m 浮起你下面積 這個當然是很自然 這一看就清楚 那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那個 你就這個性子 m 他是小的等於 x 你兩邊取什麼 m 乘以那個 datax 這是i等於1到m 那當然 這小的等於多少呢 這個 i等於1到m fsi 那datax 這是 這個就是等於m 它乘以那個 v-a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基本碼 a到v 這個長環體面積就是大m乘以寬度 那同樣大理呢 它也是小於等於多少 大m 那同樣大理呢 它也是小於等於多少 大m 那這等於這是我們大m的 m乘以寬度 所以得到的這個不等式 它不等式它的什麼 它的極的意義就是這樣 就這塊面積 它是小於等於這個 這個長環體面積就是 大m乘以寬度 大於等於這個小面積 這是小於等於這個高 成為這個b 這個有時候會用 它底下有個例子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估計 如果我們的話呢 只是想要知道 一個積分的處理結果的話 我們想要知道說 它不會 會不會變得很大很大 或是說會不會變得很小很小的話 那用這個來看斷 就很方便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立體 1.7的話它是說 用這個性子 8這個性子 來估計一下 這個範圍 0到1 1.7的話 1.7,1.7的話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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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4,2,2,3,2,3,4,4,3,2,4,2,3,5,3,4,5,3,4,2,4,2,1.6,2,1 這0到1,1的負S平方 它一定最多不會超過1 這1把它乘以多少,乘以1-0 最小不會小過多少 小過1分之1,乘以1-1 1-0 1除以2.7多 這個算出來是0.367